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個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它說叫我們Find the size of each interior angle of a regular 18個sided polygon 正18邊形 每一隻內角到底是多少 事不宜遲 拿張單案子出來先說 由於時間關係科技好先進 整條題目都出來了 大家不用期待去 真心可以看著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不要那麼慢慢來 只有文字在這裡 你都很dry 很寡 人老接受圖像多個文字 不如我們先研一下圖像 什麼叫正18邊形呢 我按一下圖像給你看看 如果N是3的時候 N代表邊的數目 什麼叫正3邊形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這樣的三角形 什麼叫做正4邊形呢 正4邊形其實就是一個四方形 正5邊形的形象就是這樣 簡單來說 正3邊形有三隻角 正4邊形有四條邊四隻角 正5邊形有五條邊五隻角 正6邊形有六條邊六隻角 如此類推 正7邊形當然是七條邊七隻角 正8邊形有八條邊八隻角 那我多轉問 什麼叫做Regular 18-sided Polygon 正18邊形它有幾條邊五隻角 正18邊形就是18條邊 就是18隻角 即是說角的數目和邊的數目 理論上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從而得知 正18邊形是有18隻一樣大小的角 因為這裡每隻角都是一樣大小的 例如四方形 這裡全部都是90度 這三隻有60度 60度也一樣 這些就不知幾條度 不過六隻角起碼一樣 這些內角 看到嗎 所以才符合正多邊形的條件 所以我們不如先計算一下 正18邊形究竟有總數 它的內角加上是多少 我會這樣寫 由於 先寫英文 就是 sum of all 就是 interior angle 把所有內角加上是多少 根據公式 就是多邊形內角和 英文叫做 angle sum of polygons 就是把18隻角為18條邊 就是 10n-2 x180度 n當然是18 或者我不要太大 都好像有點大 很大 sum of all interior angle 我照樣放下來 OK 就會等於什麼呢 就會等於 就是 n-2 即是 18-2 n就是18 再乘回180度 下原因的話 我在這裡下 不夠位 所以我抹在下面 就是angle sum of polygons 中文叫做多邊形內角和 所以其實 換句話來說 這裡如果我們算下去的情況下 這塊東西應該就會等於 n-2 就是 18-2 就是16 16x180度 就是 288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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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心裡有數 現在我們要計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 或者我不要太迫 所以 就是 size 我們要計每一隻的內角都是多少 所以 size of each interior angle 好 中文忘記了給你 sum of all interior angle 是叫做 所有的 全部的 內角 加起來 OK 可以嗎 加上所有的內角 就是 等於 10n-2 就是18-2 再成180度 n就是18 原因就是 angle sum of polygons 多邊形內角和 OK 所以 size of each interior angle 就是每一隻內角的大小 就是每一隻內角的大小 對 就會等於多少呢 就會將總數 就是 總數加勢的角度 就是2880 所以 除了 18 邊形 當然有18隻內角 所以 除了 18 理論上 我們約一約的情況下 將18 上下 除18 所以 下面除18 18除18就是1 上面 所以 最後答案 如果沒有意外 就會是 160 最後答案 如果沒有意外 當然 我會倒留在這裡 整件事搞定 OK 好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OK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 下次有完的話 再見 拜拜 好